Hello,大家好,我是Aura 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是四款磨砂膏 我最近在用很多不同整类的磨砂膏 然后这四款是前阵子用过的 然后现在就是想先跟你们推荐这四款讲解一下 就是我觉得四款里面有两款我觉得还不错的 现在想推荐给你们 那先讲两款这个The Body Shop的 我比较推荐这一款是香梨味的 这款是杏仁牛奶和蜂蜜的 那先讲这个香梨味的 这款我超级超级喜欢 我一直没有用完 我就是想等着做视频 这个味道真的是超级好闻 那你知道吗 这种香梨的清新味 而且它的颗粒非常非常好 给你们看它的颗粒 就是它的那个里面的磨砂膏的颗粒 不是属于那种很大 也不是属于很小 非常适中 所以用在身体上 你就会觉得说磨皮肤的时候 那种感觉很爽 然后洗完之后呢 就觉得皮肤特别滑很清爽 而且它的味道超级好闻的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奶香味很重的人 所以种水果我通常很少买 但这款我真的是非常喜欢 那手上演示给你们看一下 它这个磨砂膏 到时候洗澡的时候啊 我基本上这些我都是用来涂在全身的 是这样子的 它的颗粒 先看是这样子的 下面呢要介绍这款杏仁牛奶蜂蜜抹砂膏 我不是很喜欢 我也不会再回购 但是我觉得这个都是因人而异的 它的味道很好闻 如果就是像我一样喜欢奶香味比较重的朋友 其实你们可以试一下 但是我不是很喜欢的是觉得说它太稀了 它的颗粒又很小 所以你其实像我这种皮糙肉厚的 你涂在身上几乎没有任何感觉 我觉得它比较是 我觉得它给亨基用还差不多 你知道吗 就是皮肤特别细腻的人用 可以像我这种 我就觉得用了就是很鸡肋 用了像没用 它呢味道很好闻 颗粒比较小 然后它其实涂在身上 你有那种乳 就是在涂乳液状的那种感觉 我给你们看一下 就是特别特别 你看就是像乳液那种感觉 然后的颗粒又非常小 它比较往上写的说是 它比较适合于敏感肌跟干皮 那我也是干皮 可是我觉得洗澡的时候 涂在身上其实挺尴尬的 就是颗粒太小了 你看它其实很润 你看如果有一些皮肤 特别特别嫩的朋友 可以选择这一款 近看是这样子的 你看颗粒也比较小 下面呢要介绍第三款 磨砂膏是我自己很喜欢的 The Better Skincore他们家的 我之前是第一次接触 他们家的品牌 然后这款磨砂膏 出乎我的意料 我觉得很惊喜 而且呢就是很神奇很好用 它呢你看打开是这种橘色的 像膏状但是又不是 就是不会那么稀 我觉得它的硬度是刚刚好 就是你看它的颗粒是很小 但是它很厉害 它颗粒小 可是它的力量很大 特别是当你洗澡的时候涂在身上 你会觉得说嗯就像有就是很风利的东西在刮你的皮肤 可是你不会不是觉得疼痛那种感觉 而是你用的时候会觉得说啊好舒服啊 就真正是在用磨砂膏 而不会像说刚刚这款这款啊杏仁 杏仁牛奶蜂蜜磨砂膏 就是用跟没用 其实是感觉是一样 这款你真的是觉得你在就是在在清理你的皮肤 在去死皮那种感觉 那这一款亨吉在叫我 诶 亨吉 诶 等一下闲啊 我好想回应它 不过它要是来这边它就会捣乱你知道吗 然后这一款呢它很厉害 就是它一个是颗粒很就是 颗粒大小适中 另外呢它是一款磨砂膏有三个用途 它可以它上面是说它可以用在用来截面 就是你洗脸的就是要清洗你 清洗皮肤脸部的时候呢可以用来当洗面奶 但是我没有用过 因为它的颗粒其实还蛮硬蛮粗糙的 我不太想就是说用在我的脸上当做洗面奶来用 我就是通常当做磨砂膏用 它建议呢是我看了一下它建议磨砂膏是一周用可以用两次 然后每一次呢在你就是皮肤上可以持续30到60秒 还有一个它可以用来当面膜 那面膜的话也是一周用一到两次 还有就是它你可以放在你的干皮或者是 就是皮肤可以在直接干燥的情况下用 或者是你可以用水把它弄湿之后 在你的皮肤上就是留三到六分钟之后把它洗掉 面膜我没有用过 我就是完全只是让它当做一款磨砂膏来用 然后像你们看一下这个你看它非常细腻 很牛你知道吗 这样子的 然后它的它的味道是有那种酸酸的很香 它里面有金盏花、甜橙、葡萄、紫油、黄瓜、香菜、羊干局 我刚查了一下网上它的那个成分 然后你看啊它涂在手上 哇就感觉 就是像我想到那种海藻泥的那种感觉 你看嘛 它近看是这样子的 你别看它颗粒小 可是密集度很高 然后它的力量真的是很强大 这一罐呢是42加币 那我们今天最后一款呢是这一罐 我是个外贸协会的 所以我当初会买这一罐 我是觉得它特别可爱 特别特别像糖果 你看是不是一颗颗的 我用了大概四五颗了吧 所以这是剩下的 那这个呢它的牌子是念 Hopper加ARI 我不太会念这个牌子 这一款呢 这一盒是4盎司 我在亚马逊上看到是卖18块7毛9加币 它的官网上呢是有一个16盎司的 它是卖24加币 所以如果是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官网上买 我感觉官网上那个24块好像会比较划算一点 它味道就是香香的有那种黄瓜味 但是很尴尬 我买它的时候是觉得特别可爱 你看就是像小糖果就很想吃一口 但这一款用的时候真的是不方便 就是你用 我等一下我去厕所拍好了 就是用一点水 它上面像有一颗颗糖 然后用了水之后呢 它其实你在身上这样滑的时候 因为手掌比较大 然后这样滑 其实经常就是你用着用着 咦 啪咚就掉地上了 所以它得捡起来用 然后它碰到水之后 我后来发现说更好用的方法呢 是碰完水之后把它捏成那种大饼 就把它压扁 弄成大饼之后在身上搓 但是有时候还是会掉地上 所以到最后就剩下只有一点点的时候 其实更好用 用一点点的时候呢 它其实你可以把它弄成比较扁平状的时候 涂在手上就反而是像这种磨砂膏比较好用 所以我觉得以后我很少会再买这种了 因为真的是不太好用 洗着洗着它就掉地上了 那我现在去厕所把它弄一下水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 接触到水之后呢 你就是它很硬 所以之前就是这样搓的时候 很容易就从手中滑掉 所以我会建议大家把它压成这种大饼状 但大饼状呢 它的颗粒就很碎你知道吗 所以如果你们有其他的一些器皿的话 最好就是把它弄碎 然后放在器皿里我觉得比较好 因为它这样还是很硬的 它碎碎的其实用的会更好 这样子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边了 希望你们喜欢 那我个人就喜欢这款 The Body Shop香里的抹砂膏 和这一款是叫The Better Skin The Better Skin Co 他们家的这款抹砂膏 因为我觉得它成分真的是很多 有金盏花黄瓜香菜甜橙等等的 所以就感觉颗粒小可是力量大 所以还蛮喜欢的 那这一款这两款我就不太会回购啦 好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